你无所取大 祝月与你同在 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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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先请各位 麻烦各位起身来拍一张合影好吗 谢谢 先麻烦各位起身拍一张合影好吗 谢谢 好 请各位来拍一张合影 好 也请前排的媒体的朋友 对 坐好 我们一会儿呢 还会有拍合影的机会 不过现在呢 给大家一个很惊艳的亮相 来请大家看前方 好 今天也有很多歌迷啊 还有影迷朋友 很早就来到了现场 也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今天会场带来的热情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请坐 对 今天是这个丽秋的节气啊 然后大家在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凉爽 但是今天还是有点温热的这样一个天气里头 大家好好聊一聊这样一部大家期待了很多的电影 那我们先想请问一下龙左尔吧 可不可以给大家揭秘一下 这次饰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她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玩的故事哦 好啊 大家好 我是龙左尔 如果我有一些长 长幼的大家提醒我一下 在华丽之后里面我是担任一个跟我现实生活里面很贴近的一个歌手的角色 那我呃 我做了差不多十几年 然后我得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呃 但是呢 在工作上面呃 在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让她感觉清新鲜很刺激 所以呢 到了那个平整的位置 她 决定了她要就是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走 就是想找爱情 找到自我 找到自己失去的自我 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她碰到了她呃 呃 一个很喜欢的人 那就是一个盲人的暗示 胡哥 嗯 然后呃 她们都一样是一个非常 心里面很直默很孤单的人 那 在这个呃 情投意合的关系 呃 她们就感情慢慢的呃 建立了 嗯 就是在 就是在她没有看见的世界里面 反而会让容祖儿在角色里面的那个J的角色 好感到安传感 然后在她的眼中 她也并不是什么的人 因为她根本看不见 所以她 她 非常希望可以跟着她 离开她的工作 嗯 嗯 故事就这样 发展才去 嗯 慢慢就跟我的经纪人有一些冲突 然后在我自己的生命 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 嗯 哇 其实容祖儿的这个讲述还是挺全面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我们对这个故事也有一个挺清楚的这样一个了解 嗯 嗯 那 嗯 刚才 那这个节目电影长出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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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听得挺过瘾的啊 其实我 呃 我们这个电影有 有 呃 有几个部分或是其中的部分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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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刚才呃 呃 诶 介绍过 说有跟经纪人的冲突啊 那么这个就主要是由杜先生来负责 这个冲突的部分 还有刚才 诺儿特别提到一个角色 我觉得是胡椒们特别期待的小茫茫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奇怪我在说什么 名叫做胡椒粉 没错 胡椒粉 胡椒粉 对啊 胡椒粉 这是指了胡哥的粉丝们 那么小茫茫是谁呢 就是胡哥 胡明明 我觉得胡椒特喜欢给我起来 小茫茫也是我第一次听见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吗 觉得怎么样 小茫茫还挺可爱的 我们应该用的戏 小茫茫 麦导 如果当时听到小茫茫这个称呼 可能就会写到戏里面去了 其实为什么叫小茫茫 因为胡椒饰演的是一位盲人的模式 所以就在饰演盲人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困难需要特别去推出 需要 这也是 我觉得是玩极最多的一部戏了 因为我就是在演盲人的时候 因为导演要求我真的演 真的演 定不来一样 所以演着演着就会忘记我是一个盲人 他有时候在监视机里看着 等一下 他说我发现你现在要恢复视力了 烫复了 对 所以要去找那个 看不见的那个感觉 那我自己在演的时候 其实我会刻意的把我的那个眼前的这个焦点变虚 就是变模糊 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啊 小窃窍 但是 但是 其实一天如果拍下来的话 眼睛是非常难受的 对啊 那眼睛不会真的就散光了吧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像视力就会受到影响 还行 就是还好我没有连续拍三个月 所以我拍完以后我的眼睛还行 要是导演他拍完以后眼睛受伤了 为什么导演 为什么拍完之后会眼睛受伤 麦导是怎么回事 跟电影无关的 四字五年 哦 自己客气 我又都好 哈哈哈哈 穿了些近信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充分体验了 胡明的内心的矛盾跟感受了 哦 反而这个角色有了更新的理解 对过我们看这个海报上觉得 胡歌的这个小茫茫 这个眼神确实非常的迷离 而且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和味道 谢谢谢谢 相信胡椒们也会很认可 是不是 好 对那听过了胡歌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再问问杜先生 你好 你好 吃过了 吃过了 谢谢 还好 那我们就说一说您是演的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杜文泽也是电影的监制 又是主演 然后在电影中呢 饰演的又是经纪人 所以在这个戏里戏外 都有点幕后操盘手的这样的 没有没有 八口而已 你太谦虚了 对 那这位经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经纪人呢 就是那个很变形的经纪人 嗯 非常强势的 就是一个坏人 嗯 就是说典型的经纪人就等于坏人吧 这个当然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是 哦 要让大家听的时候有点冒冒汉的这种感觉 没有 嗯 大家都了解了 因为一般 但艺人都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可是不是美业想法都可以被大众介绍的 嗯 那这这个时候呢 经纪人的有效率嘛 嗯 就是要当起那个社会跟那个艺人中间的一个平衡 对 就是把艺人调整到经验接近观众心目当中的艺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他有时候就只能去做那个恶人 就是不太好的艺人 没错 反正艺人都要做好的 那经纪人就没有当个坏人吧 嗯 所以他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 嗯 不是有时候是长期的 长期是这样 嗯 哦 不过很多人说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会觉得 哎呀 其实明星们也是太不容易了 就会就突然会变得很红情明星 嗯 我觉得谁都不容易吧 是的 不单只是明星吧 嗯 还有经纪人都 谁都不容易啊 对 那我们就听起 还有一位不容易的就是在我们舞台 就是那个右侧的 嗯 陈家乐 这次在 好 大家好 陈家乐好 这次在电影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嗯 我演的是一个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背后的一个男孩 好长的一个 就是我以为一个新人就打住了没想到又是个背后的男孩 因为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啊跟他拍过很多礼物 嗯 我一开始支持他唱歌后来也叫他去做两个手 但是他当歌手后我觉得他有些改变 我接受不了 后来就有些分手 就分手了 哦 哦 所以听起来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 对 也是心里面要经历很多的苦难 对那我们就问一下导演吧 因为我们知道麦导这次也是编剧 也是导演 为什么会想到来创作这样一部融合了这么多人不容易的这样一部戏呢 其实他们也是有血有弱的普通人 其实他们也有杰力人追寻的一些忽望 但是因为他的基业他的专业 可能需要做出一些牺牲 可能是自由可能是爱情 或是人的欲望是不同的 呃就是人的欲望是会随着实际改变 呃 当你成立了之后你可能需要自由的空间 但是你可能你最需要的设议 有一个人可以了解你 跟呃 叹爱你 然后主儿的角色就是呃 一个 其实在风光背后 他有很多很多华丽的物质包装之下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普通的女孩 然后就所以就找了主儿去演这个角色 是 那又为什么会起来很多经纪人的一些很 副非法有一个词叫这样的 因为我骗了大剑琪 我是骗他的 他经常说我是骗他的 因为呃 最初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他是客串 但是一直谈剧本的时候 我说哎真好看 然后你愿不愿意多演一场啊 多演一场多演一场就演到这样子了 哦 所以就演一场好不好 对啊 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没难 对没错 哦 就是本来 完全没难 本来有一个比较打酱油的一个角色 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因为做我第一部自己剪辑的电影就是 帮人的男一号 一场未来嘛 对啊 嗯 又很痛苦啊 因为演戏又要剪辑呢 所以从第二部开始就决定就 就算演就演一些没人演的角色了 第二部第三部也是客串 嗯 就这一部就很难打算演三天的啊 所以我们演的有二十几天就来了 演了三十天 将近三十天就了 嗯 嗯 对 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电影的宣传语说 华丽天后 盲礼残琴 盲是盲人的那个盲 然后又说 腹黑经济 见证实录 嗯 对啊 那杜先生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用腹黑这个词来形容经纪人 就很黑心的意思我觉得 就是心都黑了 就导演来解释一下 导演刚才解释过一下他的看法 嗯 导演 导演 有说真话吗 说真话 真话就是 呃我们的天才的宣传副同志 给我们选那个呃标语吧 然后我觉得一看到那个 腹黑经济我就觉得很 真的很适合他 就很适合这部戏 对很适合去形容他的 呃所作所为 视为非说来的一些内部 然后呃我补充一点就是呃 呃那个天后跟呃蒙人的爱情 其实是这个戏的一个呃嗯 呃大概是291个呃 düst你因为oons 这个故事是更值得我们去探图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之后 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失离 是去失离 对 感觉很有悬念 对啊 我本来以为胡歌这次饰演的盲人是一个圈外人 对 我还想问一问你作为一个圈外人 本来你是一个圈内人 但是演一个圈外人看这个娱乐圈的浮华 还有他的五光十色 还有什么样的感受 没想到其实你曾经也是江湖中人 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这个角色 是他这个天后 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人 是他内心里有需求 就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 对 我是这么看待 因为他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天后 光芒万丈 然后受到万众的痛苦 可是他失去的是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的情感 所以他需要一个出口 需要一个清楚的对象 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会发现 他们两个人好像碰面啊 然后发生情感啊 好像会觉得有很多的巧合在里面 其实可能他每天都在想象 他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 可以一个 有一个可以让他堵入心身的一个人 可以带着他走下舞台的一个人 因为我有看过一句话 看到过一句话 说没有登不上的宝座 只有退不下的舞台 因为一旦做一个明星一个天后 你站上了那个舞台 你就很难走下去 除非你找到了真正的一个值得让你走下舞台 但是很遗憾 其实无名在电影里面 最终也没有让他能够走下舞台 原来还有这样一层含意在 对啊 你看如昨儿都开始给这个胡歌的这番理解来鼓掌 对 因为这个经历其实确实听起来就觉得有点不真实 所以经胡歌这样一介绍 我们也会感觉出其中的这样一种用意 但我听说如昨儿 刚才也说 看过了一下这个电影的一部分是吗 对 因为昨天我们工作完之后 我就在那个微博上面看到一个MV 是这个电影的宣传歌曲 然后我们那个MV是用我们电影的片段剪成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哦 我看回自己拍的东西 看回整个故事 我觉得 所以我很期待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整部电影 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在里面 也非常感动 因为在拍摄的当时我自己身在其中 可能反而就是很紧张 对 也没有说 我们拍的东西都很零碎嘛 就是一场一场的 还没有就是剪辑好啊 整个故事的去看 然后到我去配音的时候 也没有就整部电影看 所以我到现在 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到 整个电影给我的那种震撼 但是呢 昨天看到那个MV呢 好像把很多回忆都拉回来 然后在MV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真实的演唱会的片段 加入在里面 也是这个电影里面会出现的片段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想就是到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会很有亲切感 很像我自己那个制造的 因为有公众朋友都好 不得还没有过满啊 哈哈哈哈 就拍摄希望 就会得和气了一致 不要再说不好意思 说了两个字 网络话就给他笑了 哦 是哪两个字了 我搞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搞蛋 哈哈哈哈 我真搞蛋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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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因为确实我们可以感觉到 吴祖儿这份心情 对 哎 这个姿态很有美 大家会觉得 对 那杜先生作为监视 是不是也会觉得 这部电影其实会感动到很多 这个圈内的艺人 会让大家觉得很有共鸣 然后又会让观众觉得 原来娱乐圈是这个样子 会觉得看得很刺激 因为尤其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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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找缺点的年代 可能大家的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呢 大家都一起来找 嗯 希望 希望找到 就好了 希望 可以把艺人跟观众的距离 耐靠近一点 所以呢 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经纪人和艺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隔阂呢 呃 其实这个经纪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 是电影中的一条主线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准备了这样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电影当中 关于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呈现 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7 0 4 就我们这行呢 就最重要关系 尤其是新关系 好像 我也是有私人生活的 我不是想放假都不行了吗 我叫你回来啊 我有个人跟你说啊 你工作都是在你工作的 你不想告诉他什么 根据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像我现在不在这里 也不在这里 你怎么不想见你啊 更惨不忘记了 喂 她当时都没跟你说 她当时还走你怎么回事 谁也是谁也没人会跟着 如果我拿走你 你怎么打得出来 唱啊 你歌曲不过你唱 你歌曲不过你 我现在说你歌曲不过你 你歌曲不过你 我现在说你歌曲不过你 我现在说你歌曲不过你 你歌曲不过你 我现在说你歌曲不过你 我现在说你歌曲不过你 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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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吴哥很有诗意,然后就觉得杜文泽会特别酷在这部电影的 因为这有一个是后边,然后那样坐在那个沙发上,还是观众其他那样的镜头 就很像大老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准备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想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腹黑经纪人手段大爆料 就是黑心经纪人手段大爆料 我们会分成两个组 那时我们做了,吴哥和佳乐是明星队 然后多安泽和我们的导演麦导是经纪人队 哎,不好意思,请两位来代表一下经纪人 虽然两位不是,但是呢,因为杜先生饰演的是经纪人 然后导演呢,又是电影的编剧和导演 所以这两位代表经纪人 然后就想请各位可以互相读嘲一下 互相向我们来揭秘一下各方真实的感想 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想先问一下,看一下荣祖儿吧 因为我们知道,呃,艺人经常要改通告 对手刚刚的通告 很多都是经纪人安排的 那么在改通告这件事情上 啊,会不会经常我经纪人有一些分歧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嗯,如果是感激发的通告 我觉得OK 嗯,因为,呃,最近也真的是 呃,感,不停的感 很多不同的通告 有自己的专辑,也有电影 但是我觉得那些情绪就必须要做的 呃,但是有时候,呃,我遇到过 有一些我很不愿意就是 可能,呃,我觉得 呃,我的经纪人没有考虑到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但是他,首先已经帮我借了 他就会很大压力,很大的压力 特别的大压力 然后我就会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给我的答案 也不是我所问的东西 然后就很生气 嗯 有这些情况会出现 嗯,就知道就必须得要去做这个事情 就好像磨磨磨磨就混过去了 他以为这样就没事,因为我们的脾气 他都很熟悉嘛 然后他知道我们可能发脾气 就一下子就没了 嗯,然后就还是会做 嗯,然后他们最后有时候会 这样子,先帮我们安排好啊 这样,然后就让你反正就 已经知道你一定会去做 然后就这样就硬承下来了 那像杜文泽饰演的这位 电影中非常强势 又特别有经验的经纪人 就是如果你碰到 艺人不愿意去做你安排的这个通告 你会怎么样去说服他呢 嗯,不需要说服他 嗯,就安排他就叫他去做这个 对,因为艺人最怕的是 你知道是什么啊? 是什么? 就是表演啊 最怕表演? 最怕表演? 对啊 就是艺人最怕的是表演 嗯,最好就是不要表演 或者是想表演的时候表演 可是想表演的时候去表演那个星期 就唱卡拉OK嘛,对吧 嗯,那所以呢 就,嗯 亲戚人就是要 就要保证这个艺人呢 就维持在一个专业的层面 专业的层面就是 你愿不愿意做的时候也得做 嗯,这个才是专业嘛 嗯 好像你今天也不一定喜欢跟我聊天 可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你也是表现得很开心这样 所以,这个就叫专业 那,譬如说医生 你去看病 那个人你很讨厌 你也得看啊 他有病你也要看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人 我觉得你很讨厌 我故意你 啊,这个不可以哈 所以经纪人就是要保证这方面 对 一个专业的经纪人聊天 真的很,很大的压力 对,好大压力啊 对,不过那个 对,没有刚才经纪人说到的这种负面情绪 嗯 那,我们问一下胡哥啊 对,那不要是表示他状态啊 嗯 谢谢,这是对我的赞美吗 是承赞吗 对 好吧,我就这样聊 这样来理解啦 对,那 胡哥,你会不会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比如不想改写通告 然后经纪人就这样安排 那最终 你一般情况下是会妥协呢 还是会努力的去争取自己的选择 嗯,大事小事 一般小事的话 他们哄我 我就答应了 是吗 对,我的经纪人会用各种方法来 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准备一些什么美食啊 美食的诱惑啊 对吧 然后 比方说的那个说 会不会特别要求有美女见的 他们找不到啊 他们找不到啊 他们找到很多我要死了 不要找不到啊 怎么找不到啊 好开心啊 那专业的经纪人就有专业经纪人 杜经纪人,你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源 你跟我经纪人 你如果狗狗你是我的艺人的话 你愿意去工作 我什么都找给你啦 哇 所谓专业就是不辞啊 给这边经纪人好大压力啊 然后 呃 如果是 有一些工作 可能我觉得我真的是 还没有做好准备 或者我觉得我不适合自己的话 我会很认真地跟经纪人沟通 所以自己一定是有原则 和底线的 因为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我自己也是知道自己的情况 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累 或者说懒 我觉得可以去可不去 我就不想去 这个工作 我就不想接了 但有时候呢 我是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不适合我 或者我真的很不愿意去 是 不过这个像 我觉得像胡歌 还有吴佐尔 因为都是已经 呃 就不是一个新人了 那比如说像 佳乐 现在还处于一个新人的阶段 对那我们就常会想 是不是新人会更听话一些 呃 如果遇到一些 自己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甚至可能会触碰到自己的原则 但是因为是新人 可能就会暂时拖鞋一下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也不多 反而最多是 最多是 自己人会忘记我们 没有睡觉时间 有时候会 以为我们每一天都有48个小时 超人啊 要多出一倍的时间 但是 但是 也没有所谓的 因为他 难道你不做吗 他会说 有钱的 有钱的不做吗 然后我 以他钱的 所以就 没有所谓 嗯 其实对 事实 现实就是如此啊 对 对 那我们有问一下导演吧 因为像 麦导你写到这个 经纪人 就这个电影当中 这么有 手段的一个经纪人的时候 嗯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你有没有 现实中参照的原型 对啊 剧情都是虚构的 就是我们写出来的 演法 就有参照 对 啊 就是你有参照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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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对白 还有一些对白 有参考一些 现实中的人物 他写出来 就没参考原型 演出来 就有参考原型 就比如说经纪人啊 我是参考你啊 对 谢谢 嗯 啊 演的时候就参考 老板啊 经纪人啊 助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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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参照 你周围的一些 对对对 所有 所有人 嗯 所有人 所有人 就是围 围着艺人的所有人 对 哎 那在看完这个片子 或者是大家看过这个片子之后 比如说 多则和你的经纪人 或者罗佐尔和经纪人 会不会 你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因为看了这个片子 就是会不会 我哪有这个时间聊 我跟经纪人不可能有这个时间聊 所以我就干脆拍一部电影出来 这就是我的心声 我拍一部电影就有时间 看到聊就没时间 对平常很难去说自己的这个血泪池 不如就通过这样一个电影让大家看到 自己是这么用的 对 像刚才罗佐尔也会说到很像自己的心声啊 是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像经纪人和艺人就是24小时的一种 几乎是24小时都会在一起的这样的关系 那在这样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这样几位跟经纪人的关系都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像胡歌 就是因为艺人和经纪人这个关系太微妙了 像亲人 其实他又不是一家人 就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他场那天 形容 他跟他的经纪人 跟他的包装是新幽闻一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 因为可能他们平时 经常都用美食来用过 所以他们在我的脑海中的形象 也是一种食物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站在我旁边 我站在他们中间 那个画面就很像热狗 对吧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要不要上来给大家 来来来 掌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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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 一次关次没关系的 对啊 对啊 好吧 那我解释一下吧 他们有点害羞啊 对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条 那一条热狗呢 好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挂动事和经纪人呢 他们都是白富 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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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我比较他们比较 所以呢 就是他们站在我旁边 然后我站在中间呢 我就是一条很长 所以就有点像热狗 就是 面包夹的一条 哈哈哈 太有想象力了 但是 这个只是一个 形式上的解释吧 但是我觉得也是就是 他们 就一直在保护着我们 就把我们包裹在中间 嗯 然后外面有什么事情 都与他们去当 哦 看我 我知道 我知道最后 他们终于露出了心魅的笑容 对 我 嗯 其中一个 胡歌的 化妆师 张姐就说 他是负责做 番茄匠的 因为他们是这样子 番茄匠 番茄匠 如果也是 人家咬他的话 他就 对吗 他好像热狗团队太厉害了 哦 真的是这样 会有这样的准确的形容 我们看来就是热门来形容 绝对不是偶然的 不是今天才想到的 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个故事的 嗯 那我们组完会组文哲会怎么形容你和你的 那我就是KFC啦 我就是这个肥肌腿 对 对 那我就是 我的经纪人就是 一 一堆油吧 对啊 可是 炸 炸 炸 哎 其实也是蛮形象的一个形容 对啊 经纪人心 是油 还好他不是披豆油 还是质量比较有保证的 对 哎呀像KFC肯定不会想到今天会被这样的提起 那我心里就是汉堡啊 我汉堡啊 我汉堡啊 不太不太像哦 再想一个更确切的形容 嗯 我觉得我跟我的经纪人其实像 呃 那些 怎么说 呃 那些 喜剧的 冤家 嗯 就是其实我们对话常常都 常常都 常常都会觉得很好笑 嗯 因为当中会 呃 包括一些 大家互相的 讽刺啊 嗯 或者是一些 呃 开很多玩笑 嗯 说很多人家不会说的话 嗯 然后但是看起来我们就好像在演戏给他们看一样 娱乐大家 所以我觉得呃 有这个效果 对 欸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自己放松 嗯 也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我觉得呢 在自己最亲的人旁边就可能 讲什么也不 嗯 没关系 嗯 那比如在感通告特别紧 或者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或者会真的想有开溜的就 瞬间 就像在电影中龙主人演的那个角色就偷偷的溜走了 嗯 我只失过一次 真的失过一次 嗯 但是也不是偷偷的 我有跟妈妈说 也是妈妈送我去机场的 哈哈哈哈 好 这个 那这个不算也要跟公司 就是很长时间的 商量 就 就一想到去 就去了 离开了 去了三天 这边 去哪 去干嘛 去热门 去热门 去热门干嘛 今天是这个讲经纪人和艺人关系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吐槽了很多经纪人 就对他们有的时候抱怨了很多 其实特别想最后再问一下每一位艺人 就是你们在跟自己经纪人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的情绪或者是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还要这样合作下去 不得今天光使这样再吐槽 对 虽然说 嗯 嗯 我们刚才很可能说了一些跟经纪人一些矛盾的位置 矛盾的关系 但是呢老实说我是非常感谢 不但是我的经纪人 嗯 更加 更加是我在我身边 就是我们费来费去陪伴着我的助理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同事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比较像我们去在战场上面的战友 嗯 嗯 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总是在我前面做那个前锋 都保护我 嗯 然后有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比较紧张的状况 就好像有些比较大的新闻 他们都比我紧张 嗯 嗯 所以到没事的时候我必须要记住 因为我觉得呃 除了家人 我想应该找不到有一般那么关心自己的人哦 是 所以呃 我会觉得是非常值得自己去珍惜的 嗯 让自己很温暖 希望可以一起打很多胜仗 但是 对 那多文泽先生呢 对你的经济人有什么样的感动的话有关 他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我最倒霉的时候签我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啊 就 他要在做的公司呃 呃 呃 他就签了 所以我问他为什么要签了 现在都没人要 他就说呃 呃 就因为 就 怕 不是 不是 他说因为 怕 呃 太红的时候签不大 所以说在 现在这个 这段签呢 嗯 那我说你为什么会 相信我会 你现在更红呢 嗯 他就说 呃 这个 是 我自己 认为的是 没有什么原因 嗯 所以我觉得 最感动就是有一个人在里 为人上心理的时候上心理 这次 这让人更感动了 嗯 确实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感动 给自己当时很多信心 谢谢到 五哥呢 对于你看大家 你一样拿起话口 然后你的经济团队都一头开始默默的 把那个番茄章拿出来 哈哈哈 然后 我说一件 我就是我 那个虽然说 每天都在吵架 呃 我我这一次带了很多箱子 就是我们这次宣传院跑很多地方呢 有很多行李 然后呢那个 除了有些衣服啊 也以外 有一大的空间 装的是它的中药 啊 啊 每天都要 在房间都要 热中药 喝中药 啊 非常辛苦 这就这些是大家看到的 嗯 嗯 你要说一声辛苦的 是 那佳乐呢 作为一名新人 有什么东西想说的 我记得有一个 我的生日 我要工作 工作 那时候啊 全部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我是算生日人 然后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应该今年都没有生日蛋糕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十二点的时候 有一个人 刮了灯走进来 那个就是我的金钱团 金钱团好恐怖啊 哈哈哈 刮了灯 他已经 他金钱团本身影响得很恐怖 哈哈哈 然后还十二年 然后还刮灯 哇 全部都是恐怖的配套 哈哈哈 给你一个最难忘的记忆 哈哈哈 对很难忘 然后唱歌要走音 走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很多人觉得很温暖 而且对他就觉得很感动 那么恐怖的事 他也看得出来了 哈哈哈 最深刻的记忆 好 也谢谢佳乐的分享 那最后来请导演 用一句话 可不可以向大家再规见一下这部电影 因为8月16号就要和大家见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靠你 哈哈哈 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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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希望帮 黄曳之后 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对艺人的看法 然后可以让大家对这个舞台更加了解 然后除了艺人的一些对人生的看法 其实有很多关于普通人的追求 跟心里的一些渴望 其实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即便你不是娱乐圈的人 也会有很多共鸣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悲剧来的 那我觉得人生不是喜剧就是悲剧 那当然你当黑人也好 当书人也不不好 都有很多 生活上都有很多选择 可是我们大陆的选择是实践 是什么的错误 所以说这是一个关于渴望的电影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自己 也希望大家8月16号来看一下电影 这个向大家展示的绝密 包括我们听这座非常细腻 很有悬念 好 那谢谢 那下面我们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拍照的环节 因为我们看我们的韩国上 这个组合就是 林祖儿和胡哥在一起 然后这个杜先生呢 非常有腔调的坐在这里 对 那我们就想可不可以请大家还原一下海报上的 这样的造型 所以那个手的那个烟是什么意思 呃 对 对 不要说了 对 到时候再碰面 TIS上一支烟 对 那我们请 呃 请 伽乐呢 和导演 自由发挥 然后导演可以先给大家排演一下 看看怎么样一个组合 然后导演和珈乐也要在周围 对 那还有珈乐和导演也要一起 那导演和珈乐怎么样来组合呢 那就导演坐在旁边是 坐在这边吧 对 导演想一下 看看两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参与进来 哦 对 导演和珈乐也是同样的 对 诶 这是什么意思 哇 太大气了 真是不得了 现在大家应该要抓紧时间来拍摄这个 非常难得的场景 大家一定会进行逐种猜测 所以杜先生手上拿的到底是什么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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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无可取代 五月与你同在 主席人 主席人 谢谢 我们请各位再回到座位上 谢谢 因为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 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就请大家是 好 那我们请各位 主唱可以先回去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回复一下现场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各位主演 谢谢 那么我们请各位 你们要可以准备 把一份 我们的主唱会回到现场 也谢谢各位 热情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 今天的发布会到这里 我们结束了 谢谢 来 没你别动啊 别动啊 人气才走 哎呦 继续占领 嗯 嗯 嗯 还剁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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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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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后面都有很多感受 不一定有观众会呼吸打破 所以就觉得他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因为昨儿在这部戏中他也谈了一段感情 那您当时在选他做演员的主演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个感情的影射呢 感情影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没有想把他现实中的感情带入到电影中 就是说有没有想把他现实中的感情带入到电影中 您想过吗 还是他的经历就您在拍那种这方面的考量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追求快乐的希望 这个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那当然每一个艺人都跟其他人都没有分别 关于追求快乐的愿望 可是你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科幻的条件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主人跟其他人都一样 都是为了工作 而适上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感受 不单只是感情方面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所以一定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直给你们看到的一面 不可以一面 不一定是他的全部 但主要我想问一下 杜文泽先生这部戏当时就选您做第一主角 如果让您为杜文泽先生打造一部戏 您会给他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给他打造一个角色 他 好老呀 他 我会觉得 应该是一个 我都改成了你 结果 可以 对 我觉得他有时候 他眼睛太好了 但是 我也觉得很欣赏他就是他观察力也很好 他要他这么一个大男人去做这类型的角色 我觉得他一定会有很好的处理方法 所以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角色 是因为我想更加 让大家了解到他的演技好到哪里 那这个应该不是喜剧 应该是一个悲剧吧 什么呢 因为悲剧的 可以有更多的发挥 嗯 可能就整个人生 自尊的 有十岁到七十岁 一直一点 我一后面就没有人 是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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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人 你好 就刚才说到那个经纪人 就是可能 就是这个片子里的经纪人啊 好像就是 一直 比较影响艺人的生活 就不知道你自己 现在中国的感情生活 会不会受到公司 或者经纪人的影响呢 会出去公司的硬件吗 嗯 我绝对会 因为我觉得 不是因为公司 呃 是特别的 呃 反而我觉得 要尊重 因为我们是 在工作上面的 合作的伙伴嘛 所以有时候 呃 呃 他们的意见 也不一定 会 不对的 呃 就好像是 我的意见 也不一定 对的 有时候 比较客观的一些 意见 我觉得接受 呃 所以我是一个 怎么说 他们看起来 就 蛮 就是蛮 合作的 一个艺人 那你这一次跟那个 流浩的团队行 好像也给起了很大的问题 不知道 有没有受影响 不好意思 我们不如先 呃 媒体朋友先问一下 有关于你的问题 好吗 嗯 有没有其他媒体 有没有其他媒体想问问题哦 有没有 我怎么来读 我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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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呃 我是第一次演反派 这个一般我演出都收费 所以大家还是买票去CM看吧 哈哈 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不收费就是业余的问题 有 想问一下荣祖儿 现在对荣耗龙的发展到什么 呃 不好意思 刚刚已经说了 麻烦媒体朋友 大家 回应一下 大家关心这个事儿 OK 如果之前有话 我们今天好吗 差不多就结束了 OK 谢谢大家关心 OK 也如果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朋友 要问有关于电影的问题呢 有 好 现在还好 之前不好 哈哈哈 那是 好 还有没有媒体要发问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会结束了 生活中 欸 我觉得这样吧 爱情其实真的 不需要用什么论位啊 身份来衡量 我觉得 这样的想法 非常的古老 呃 我希望大家真的 放下那种 不必要的想法 好 最后一条问题 那个 呃 龙哥那个 我们都十分关心 刚才那个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非常知道 你们非常关心 这个是我都非常关心的 呃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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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我有什么值得跟你们说的 我会跟你说 但是现在 就好像 我希望大家 还是把注意力 放在电影上面 工作上面 嗯 嗯 对啊 好 谢谢你们哦 不是不过老婆啊 这是 这 老婆呢 您这是第二次出演 老人吗 您是二十分 第二 对对 挺好的 对 太害怕了 proof 啊 那 我那部戏里 不是忙人 那部戏里 对,受伤视力受了点影响,但没有权盲。 其实我在进度之前,我自己的家里有做一些盲人的练习,闭着眼睛,或者把眼蒙起来。 真的是整个半天都不睁眼,然后就做各种事。 就靠手或者耳朵去感知周围的实际。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因为我演按摩师,所以我也要去学专业的按摩师,去学一些技巧。 有没有为了这部电影不停的给人按摩? 有啊,有啊。 因为我去学的那个店是我朋友开的,所以我专门就找了人,其实给我按。 可以按,对吧? 你帮人按吗? 你帮人按还是帮人按吗? 我帮人按。 我本来以为他会说,真的,你这么爽啊? 真的那么爽啊? 就是啊。 然后告诉粉丝耶。 然后这一天,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他是这家店的老板。 然后他那天还叫了他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然后他找了一个朋友的是一个model,一个女生。 真的?在哪儿? 那你听我讲。 我想说,他还给我找了一个model来给我按。 我想说,真的是很靠谱。 真的是全部都配合好了。 是好的。 结果呢? 结果呢? model是给老师按的。 他只脱了一副躺在床上,是给我按的。 然后就后来就是一直是我给我朋友按。 所以我拍的时候,我给他按,我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那个手感差很多。 哈哈哈哈。 好啦,谢谢各位媒体。 我们今天发布会也结束啦。 好,谢谢各位媒体。 不愿与你同在。 我们要打开一下。 咦? 还没? 啊,待会可以站起来了吧。 好的。 怎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